人哥, 你的相機到了 幹嘛突然拿那部相機下來? 他剛才打電話給我們, 叫我拿給你 還說很重要的? 是呀 來 有這樣的事嗎?我不記得 不是吧?叔, 別玩了 你十分鐘前才答應了Kai叔 替他拍些新菜式 跟著我打電話 叫他們三個夜替你拿相機下來 你這麼快就忘記了? 當然是呀, 為什麼我忘記? 人哥, 我想你十乘是勞退化 不是吧, 叔叔 你最近經常偷偷 說完那裡就忘記了 還有, 你經常忘記了自己的東西 難道我真是勞退化? 人哥, 哪有這麼大陣仗? 我上網查過了, 這些只是都市病 很多人都忘記了自己上一分鐘做什麼 通常都是壓力造成的 真是的 人仔, 你就要放鬆一點 這樣也不夠了, 算夠了 韓姐 大小姐… 你記不記得你昨天答應了我弟弟什麼? 你說今早替我拍照的 你整早出去了哪裡? Terry在工作室等了你整早 可能我最近壓力太大, 有點甘餘腦 算了, 姐姐 可能仁哥真的太大壓力了 柯生意日日一聲上落 我壓力帶你幾十倍了 又不見我忘記了 大小姐 對不起, 大小姐, 是我的錯 你別再有下次 不然就我幫你 弟弟, 繼續吃意粉 謝謝 下次幫我, 謝謝 阿明, 一出生就有了 拿來撞藉口, 沒鬼 你別這麼討厭 為何最近經常發脾氣? 是不是在煩什麼? 沒有 乖年, 你也正好 歧視? 尤老先生又有事, 要你馬上過去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沒有, 我們有個客人趕著要見 好, 我們先走了 好 好 這次真是醫學奇蹟 看來龍小姐, 你真是尤老先生的強心心 我不妨礙你們了, 你慢慢聊 謝謝, 同學點 尤老, 你沒事就好了 阿蓮, 是不是? 謝謝你又救我, 小蓮 你叫我什麼? 我叫你小蓮, 你不喜歡嗎? 怎麼會?你們就快要結婚了 阿蓮怎麼會介意? 小蓮好, 聽起來有親切 這樣 很感謝你肯嫁給我 那我們什麼時候簽紙? 不實心嫁 尤老,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的協議? 這個很容易, 我說句話就行了 醫生說只要病情穩定 一個月後我就可以出院了 那我們就訂一個月後的週末吧 好… 一個月這麼快? 你覺得快嗎? 不是, 阿蓮的意思是 一個月是不夠時間, 他扮靚 他想用最好的狀態 嫁給你油膚先生 不過你說一個月就一個月了 阿蓮, 沒問題 寫個薑蔥蒸油水魚 來多個黑松露炒油麵 再做多個沙坡XO醬炒油菜 油油油, 你們兩個油夠了嗎? 阿蓮, 李發白 好 別這樣, 你過完這關 你就可以和阿輝結婚了 你別再提了 一提我就覺得自己無法呼吸 小蓮, Casey, 聊什麼? 阿輝 再見 沒有, 我們在這裡說公事 今天下午很趕那個嗎? 就是了, 不過你來到 我們不要談公事了 好 怎麼會有尖媽的東西? 我最近去了學唱歌 舅父, 為什麼打開了我的袋 不擅長阿蓮? 還有旗袍 這樣, 阿蓮想投入唱歌 還沒穿旗袍上課 是呀, 我最近學的是小調 原來如此 你平時上課什麼時候? 我打算接下來 跟你和Philip仔去短訓 為什麼突然想放假去玩? 我知道我最近一直都很忙 少了很多時間陪你和Philip仔 還沒想著忙完手上的這個項目 就跟你找個月天上郵輪玩 你說好不好? 好啊, 那你想什麼時候? 暫定一個月之後呢? 一個月之後呢? 那你遇到很棒, 是不是不行嗎? 不是呀, 輝輝 不過我們大家都這麼忙 一個月之後也不知道時間是怎樣 不如我們到時再決定吧 也好 不過, 總之我現在就努力做好的項目 到時可能立了工作 我們就不只去旅行那麼簡單 簡直是去職業婚禮之類 怎麼整天早上又不來咬? 是不是把椅子塞掉了? 試試看 May 大小姐, 你找我嗎? 還要一小時就要跟客人開會了 你補走哪間房子沒有? 一小時?客人十五分鐘之後就到了 不是約了四點嗎? 今早就跟你說改了 那你預約了哪間房子開會? 夠了, 會議室, 大小姐 那不要讓人等, 還有十五分鐘 大小姐, 是粉紅色這份文件 才對 行了 大小姐, 什麼錢? 你的衣服還沒優好 還有呢, 你的耳環和鞋子都鴛鴦 隨便吧, 還有十五分鐘 那時候客人就來了, 別要去等 好 什麼? 是呀, 大小姐 訂了哪間房子開會? 夠了, 會議室, 大小姐 夠了 Money, 行不行嗎? 不行, 我還有一個小時 就要跟客人開會了 是十五分鐘 我想你要帶大小姐看醫生的案件 龍小姐 可以做的檢查我都幫你做過了 你身體一點事都沒有 不是呀, Dr.Man 他最近真的經常忘記了東西 你有沒有幫他照照照片 研磨海馬體 Dr.Man也說我沒事了 你小提大組 那你真的沒有記性 一個人的記性不一定是有病才會變差 龍小姐, 你最近的工作壓力是不是很大 工作的事對我真是很容易 怎麼會有壓力呢?沒有… 那有沒有其他壓力的來源 例如是要你經常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 又或者是感情的煩惱 那我們就訂一個月後的周末 在我的郵輪舉行婚禮 我曾經有個病人試過一腳踏兩船 經常說謊, 令自己的壓力爆了 一個月之後也不知道時間是怎樣 不如我們到時再決定吧 龍小姐, 或者有些事你提出了 可能會舒服一點 Dr.Man, 不要磁熟埋熟 沒事吧?沒有, 你別胡亂猜 Dr.Man也是想幫你, 不好意思 總之壓力是很多病症的源頭 我建議你正視他 以有適當的休息和宣洩的渠道 這樣對你的情況也有所改善 我上網查過了 Dr.Man說的事是有根有據 這個案件就是…老母 基本上你有老母的症狀 好像最近你經常忘記了東西 又頭痛, 又坐不安, 吃不下 你看, 你全部都中了 你說這個症, 我聽都沒聽過 你說的那些, 我全部都沒有 到你有齊所有症狀, 那就遲了 老母?這是什麼? 大小姐 什麼事? 你訂的熱咖啡, 慢用 是 我剛剛才看餐牌而已 我什麼時候訂熱咖啡? 你不相信嗎? 如果騙你的話, 以後我買股票 買哪一隻就弄哪一隻 買升就跌, 買跌就升 你永遠在股海裡永不操心 我昨晚明明睡了八個小時 還這麼失魂? 我想, 麻煩你了 享受吧 爸爸 我去洗手間, 你去等我回來再談 知道 大小姐, 看到你剛好, 有些東西要給你 這些是無法反駁官員見面的時候 要注意的禮儀 這麼大疊嗎?有牌子 什麼聲音? 大小姐, 你聽到什麼? 辦公室撞了拒賓氣嗎? 怎麼吞聲? 沒有 大小姐, 你是否有耳鳴? 耳鳴才會這樣 有老母的其中之一的徵狀就是耳鳴 難道我真的有? 反駁官員無法反駁官員 每個都有自己不同打招呼的方式 真麻煩 這麼複雜, 我完全看不明白 阿蓮, 你一次過要記成 十幾個官員不同打招呼的方式 你行不行? 記住, 不行也要行 爸爸說過 曾經有個人做錯一個動作 就被反駁官員罵得無法反駁 你們別吹我了 爸爸, 我已經很急了 我忘了, 我想吃東西 糟了, 肯定濕了些卡 我幫你回… 我突然覺得頭有點冷 我還是戴上帝帽子才出去吃飯 走吧… 怎麼戴不下?帽子小了那麼多? 姐姐, 今天早上你也能戴上帽子 你一個早上的頭大了嗎? 你會不會去頭張? 一個早上就漲了那麼多? 大小姐, 我來清潔的 我沒叫你來 是照你吩咐, 說房間裡有個死了的小鏡 吼他 是真的有啊, 在這裏呀 阿連, 你是頭張又不記得東西 你叫老母, 真的越來越嚴重 Hello, YouTube 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吧 Like這條影片, 按按鐘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條新片了 好